欢迎来到高冷笑草模拟器 请选择你的形象 请选择笑草的外貌 游戏家宰中 你是一个品学兼优 又听话懂事的好孩子 今天是你母亲和继父的婚礼 你即将跟着母亲搬到新家 哇塞好大的房子 发达了发达了 记住了糯米子 只有哄好了你的后爸 我们才能在这个家有好日子过 去 把这个82年的拉菲给你爸送去 记得多说几句好话 知道了吗 面对母亲的强迫 你选择 为了母亲的幸福 你选择了妥协 你拿着礼物 小心翼翼走到了二楼 你刚准备敲门 突然被身后一道清冷的声音拦住 鬼鬼祟祟的在干嘛 你一回头 发现你的新哥哥 居然是你们学校的校草杨国 说起来 你们还曾有过一段交集 她是学校最受欢迎的校草 而我是被放在路边 都毫不起眼的小透明 那天阳光正好 可是我们的相遇并不美好 又贼啊 快找贼啊 阿姨不要慌 我去帮你追回来 好家伙 居然还找我 不要了快追上来了 先撤再说 我 我 我 哎呀呀 那个周四六里钱包 把包交出来吧 从她的眼神中 我看出了邪恶 我知道 她一定误会了 这里是梁家 可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 如果再被我发现 你手脚不干净 连同你那个不值钱的妈 给我一起滚出去 面对校草的质问 你选择 为了不影响母亲的幸福 你只能忍气吞声地解释道 我只是想给爸爸送个新闻礼物而已 没有别的意思 既然哥哥在这里 那就由你转交给爸爸吧 竟喜欢耍些小聪明 馋妹这一套对我没用 晚上 隔壁房的动静太大 吵得你实在睡不着 此时你选择 你随便换上了一套衣服 就出了门 夜晚的凉风 吹得你十分的放松 让你暂时忘记了 校草和你之间的不愉快 小妹妹 这么晚一个人去哪里啊 我 我不认识你们 哈哈 现在不就认识了 你知道自己一旦被他们带走 将后果不堪设想 千钧一发之际 你看到校草从你身旁路过 哥哥 这是我家哥哥 哥哥快救我啊 和他从你身边路过时 却对你露出了一个邪恶的笑 你清楚地看到 他说 做梦 那一刻 你的星辰到了海底 你小子 是想多把闲事 哥哥突然眼神一领 你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 记得把你想看的答案 也在提问区到最后你词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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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